端午連續假期 原本要比照五一勞動節罷工的台鐵工會 最後取消行動 讓交通部還有返鄉的民眾 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而立法院更在五月二十七日 三讀通過國營臺灣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設置條例 跨出台鐵公司化重要的一步 預計讓台鐵在二零二四年 一月完成公司掛牌 不過台鐵公司化後 民眾對於台鐵安全改革的疑慮 就解決了嗎 去年4月2日發生台鐵太魯閣號事件 至今一年多 運安會日前提出最終調查報告 認為悲劇會發生 主要是因為台鐵局的安全規定 非常不足 不過台鐵企業工會認為 公司化草案裡頭 沒有載明安全兩個字 認為公司化根本市場騙局 而台鐵產業工會則認為 公司化不等於安全 兩件事情應該拆開來說 究竟各方的想法和主張是什麼 獨立特派員記者萬禎文 黃振淵的報導 台鐵局 這樣發生的一個狀況 大大小小的 層出不窮 我老實講 當我們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就都觸目驚心 如果今天普悠瑪跟泰魯閣這些乘客的犧牲 還不能夠讓台鐵改變它的體制的話 我可以意見 下一次畢竟要死更多的人 才有可能這件事情再度發生 我們認為公司化這件事情 並不是等於安全 工會會覺得說 國家現在覺得一定要公司化之後 才可以進行的原因 其實是希望在在卸出責任 2021年4月2日 台鐵泰魯閣號在清水隧道口 雨從邊坡滑落 侵入鐵軌路線的工程車碰撞 造成49人死亡 和213人情腫傷 是台灣鐵路史上 死亡人數第二多的事故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第一時間動員調查 那我們就組成了一個 大概28個 剛才是28位調查員的調查團隊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 大概出動了4架直升機 當然最中間空警總隊也非常幫忙 根據運安會 耗時一年多的最終調查報告 嚴厲指出台鐵局的安全規定 相當不足 首先 台鐵局對工程 營造廠商的監督查核相當薄弱 運安會也針對台鐵領軌工程的安全管理 是否規定不足 定義不清 提出強烈質疑 工地只設置警示旗 當然無法防止大貨車滑落鐵軌 終究釀災 但運安會指出 若台鐵起初就注重安全規定 即便大貨車意外侵入鐵軌 還是可能避免重大災難 針對運安會的調查報告 採訪小組致電請台鐵局跟鐵道局回應 但兩方均拒絕面坊 僅以書面回覆 事實上 太魯閣號事件已重創民眾對台鐵的信心 加上台鐵各種事故頻傳 尤其2018年10月21日發生18人死亡 215人受傷的普悠瑪號脫軌事件 不少人記憶猶新 這些看在第一線調查單位運安會的眼裡感觸很深 到底台鐵的問題出在哪裡 和台鐵局交涉經驗豐富的運安會主委楊洪志觀察出大問題之一 是台鐵車種太多 但司機員證照的制度 並沒有因應多元車種取得個別證照 在幾秒 一分鐘裡面 我就不知道怎麼回應 楊洪志直指 若台鐵實施證照分流 讓司機員個別熟悉各車種 可大大提升他們危機時刻 做出正確判斷的機率 防止事故 而台鐵的運工機電 也就是調度 維修 司機和耗製等相關四大處的溝通連結 有待加強 也讓楊洪志憂心 講得更直接的 我們看到某一個安全的問題 這安全問題是貫穿運工機電的 這個資訊到某一個運工機電某一個單位停下來 你一個人 一個單位的努力 另外三個單位沒有跟你同步 叫白搭 台鐵內部溝通不良的問題 不只楊洪志看到而已 陳小姐是太魯閣的眼淚的成員 這個組織多由太魯閣號事件的傷者 和罹難者家屬組成 共同監督台鐵的安全 他們在溝通方面 就像他們上面講的跟下面 傳達到我們手上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不管是縱向或是橫向的溝通 他們都是 就很像那種鬼打牆 成員們多次向台鐵提出安全建議 卻遲遲不見回復跟行動 其實這一次罹難者最多的地方 就是那個緩衝區的地方 那我們其實也有建議台鐵說 是不是這個地方 我們是必須要貼禁魚 就是禁止人在這邊停留 就是不管你問他什麼 他們都會說好 我們要再開會 對 可是變成就是我們要去追這些事情 對 就是他們不會很自動的說 這件事情我們討論出來 然後就怎麼樣怎麼樣 跟我們做一個回報 太魯閣號事故一年多過去了 但成員們的心理負擔還是放不下 我們很擔心我們家人的犧牲 沒有得到更多的改善還有安全 再加上台鐵的態度會讓我們覺得 他們根本就是沒有很重視安全這件事情 台鐵作為承擔國家 極重要運輸功能的單位 運輸安全卻備受質疑 民眾不禁想問說好的台鐵改革呢 政府改革台鐵的方法就是全力推動台鐵公司化 我們尾端的這個組織僵化 很多的標準作為程序沒辦法落實 很多的他的執行沒辦法被監管 所以我是希望透過一個好的組織 來執行這個安全跟營運 同時對台鐵的員工也保證 絕不會因為改革 而減損員工的任何薪資福利 種種的方面 我們三項保證兩項承諾一定做到 五月一日勞動節 台鐵大廳空蕩蕩 這天台鐵員工以不加班為由 幾乎全員不到班 反而走上街頭 因為他們對台鐵公司化草案 有很大的質疑 安全改革基層參與 很多民眾媒體不瞭解公會的訴求 認為公會是想要反對改革 反對公司化 我們什麼部都去過 什麼院都去過 哪裡沒有去過 那這些去過的地方 請問政府有回應嗎 工會是最想要台鐵安全的人 台鐵產業工會 主要由年輕台鐵員工組成 他們認為公司化不等於安全 台鐵真正的風險出在人力不足 跟人才斷層這兩大問題 我們可以知道過去是兩萬三千多人 但現在變成是只有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人 像我們去年在一月跟二月的潮州 跟臺端的事故 他其實都是台鐵自己的規章說 我現場的這個工作 我要四個人做 那但是因為人力不足 但是火車一定得發 台鐵沒有什麼安全的標準 那他就說那不行 你還是給做 所以我三個人就去做了 然後就出事了 工會也提出 員工教育訓練的加強 或許比公司化更重要 打開台鐵最大的工會 台鐵企業工會的網站 馬上跳出陡大的視窗 傳達台鐵改革因手中安全 但公司化市場騙局的想法 採訪小組同樣致電邀訪 請台鐵企業工會產民訴求 但他們以公務繁忙為由 不給任何回覆 我們只能在以往的報導中 窺見一二 二十三個條例裡面 他裡面處理最多 其實規範最多的其實就是 未來有哪些制裁要移撥 究竟台鐵公司化草案裡 是否應訂定安全規章 才能保證運輸安全 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安全不是只是靠法定出來的 真正去執行才是重點 其實台鐵現在的安全的規章 也是要依據鐵路法 將來的公司也是要依據鐵路法 回歸到公司治理 回歸到鐵路法上面 對於安全的要求 針對備受關注的台鐵 四千多億負債問題 台鐵企業工會 也對公司化草案提出要求 認為應制定負債清零 債務政府要蓋瓜承受 不得切割等事項 債務跟資產這個部分可以談 但是公會的看法 似乎認為說過去的債務 都跟自己無關 這個我沒有同意 現在的台鐵的沒效率 或者被人家所詬病的 是你們公會的大家的這些人 在台鐵這些人共同所造成的 台鐵公司化的負債問題 該如何解決 備受爭議 而政府對新台鐵公司 有何權力義務也引人關注 但學者認為至少要先釐清台鐵公司 在高鐵或捷運等軌道運輸產業之中的市場定位 至於台鐵公司營運所需的基礎建設跟車輛等設備 公司化草案第19條訂定 由台鐵公司擬據計劃 申請交通部補助 但學者的看法不一樣 要買什麼樣的車是誰來決定 交通部來決定 看起來是在這裡看起來是這樣子 我覺得台鐵要生財 這些生財的工具 就是車輛資產應該要自己擁有 台鐵的車輛他跟他講說 我現在車輛已經要太舊換新了等等 那我希望來這個補助 你要以將來是一個獨立營運的公司來規劃 而不是自始至終都是靠什麼 靠父母的奶水在吃奶水 台鐵公司化爭議多 只是回頭來看 台鐵要改革難道只有公司化這條路嗎 以台灣的環境 你要讓它有看得到的成果具體的改善的話 公司化是捷徑 是捷徑 成功的機會比較高 討論空間都只聚焦在說 這個公共性與否的這個公司化 或是財產或資產配置的時候 公會會認為其實我們 就少了那個注意力去來關注真正的安全 而這些安全正是在過去 以交通部作為監管單位 國家作為監管單位的 他們沒有盡到的責任 日前 立法院已三讀通過台鐵公司設置條例 但台鐵公司化真的是條正確的道路嗎 怎麼做才能兼顧運輸安全跟員工權利 政府和工會之間各自堅守立場 但台鐵改革這條路 需要各方開放心胸 誠懇對話 尋求國民支持才能走得更長遠 未來交通部將會成立跨部會的台鐵公司推動匯報 在年底審議完成16個執法 同時確定台鐵公司的組織架構 超過百年歷史的台鐵 能不能因為公司化徹底轉型 永續安全的經營呢 我們也會持續觀察 現在先休息一會馬上回來 請乾脆 請問聴請